聲音,要現在聲音先出去嗎? 可以啊可以啊 好,這樣我就按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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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这个礼拜台股封关 亚洲股市都要放年节了 美国股市 看起来今天的盘前稍微稳定 但是正式开盘之后 我看还有的大波动 毕竟事情还没告一段落 就是华尔街之乱 这次的乱源就在于 美国其实是一个 贫富差距非常大的国家 过去有所谓的占据华尔街 We are the 99 这一次散户们大局起义 不是用占据华尔街游行方式 而是在股市里面 直接纠团 跟对冲基金厮杀 结果这次居然是散户杀赢了 倒是让这些华尔街的大佬 大家可以讲说是摔了一个大跟斗了 当这些大的对冲基金 有重大损失的时候 他们就会开始做一些平仓的动作 所以牵连到一些 相对蓝筹的优质股票 像各位看到上个礼拜 苹果的股价是大跌了超过5% 这创下去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前 苹果最大的单收跌幅 那你说苹果的财报 其实出来的状况不错 没来由的出现大跌 为什么 因为被平仓掉了 他很多头寸 被这些大的基金把他给卖掉 然后去补他们在这些所谓的机插股上面的亏损 哪些机插股呢 其实最主要的就那几档 其中一档叫做GameStop 也就是大陆翻成游戏驿站 这家公司是北美最大的电动玩具 我们讲这个Game 是线上游戏 最大的软体跟机器 它的零售商 那这家公司的股价呢 从去年不到20块 居然这一波 GameStop的股价可以涨到了将近快500块 单单一月份 GameStop的股价涨了这个百分之1700 又涨了17倍 上个礼拜GameStop的股价是涨了4倍 事实上还不止这一家 包括Colors 包括Nokia 甚至这个American Airline 这些股票现在全部都被散户爆炒 因为先前这些对冲基金 大量去放空这些股票 认为这些公司都要倒 GameStop这家公司 其实挂牌很久 股价是一路大跌 最低的时候 曾经跌到过10块以下 那去年呢 开始这个美国的对冲基金 大量去放空GameStop 然后结果被散户给逮到了 说这些对冲基金居然放空量达到140% 那你想想看 怎么可以把一档股票放空了超过40%呢 但它确实真实的发生了 所以说被逮到这个事情之后啊 就在Reddit 这个 大家知道Reddit是一个论坛啊 他们这个论坛很有趣啊 它是一个新闻啊 各方面的论坛 这个论坛上面啊 你可以自己去投票 这个在注册的用户上投票之后呢 可以去决定说这个论坛首页要放什么文章 然后它次序是什么 依照他们投票的这个比例 也就是说最多人认为说 现在应该放这个最重要的消息 他想是有点像是电子布告蓝方式的方式 这个Reddit 那Reddit上面有一个论坛的网站 就在Reddit这个网站上面有一个论坛 叫做Wallstar Bay 对Wallstreet Bay Wallstreet Bay呢 就是专门在讨论我刚刚所讲的这些机插股啊 被放空这些事情 然后那个散户看到这些对冲基金啊 大量去放空啊 而且是放空 像GameStar这家公司啊 被放空了超过百分之百 达到百分之一百四十 他们觉得有机可乘了 这个号召群体起义 来修理这些对冲基金 其中这个最大一档被修理基金叫做Melvin Melvin呢 这个翻成叫梅尔文啊 这档对冲基金啊 单单上周你知道他亏损多少吗 据说超过两百亿美金 因为他被嘎空了 嘎爆了 那嘎爆了怎么办 只好补仓啊 所以他把GameStar的空单呢 全部回补啊 在上周啊 亏了超过两百亿美金呢 赶快向他的大股东求援啊 注资三十亿美金 然后去解决现在目前 他手上这些头寸的问题 那中间又夹了Robinhood啊 这些电子交易平台在里面 这等一下我再跟各位详细讲 那这一次的这个散户啊 跟对冲基金的大对决 目前看起来是散户赢了 但输的是全世界投资人 因为在美国华尔街之乱下面 大家看到美国股市出现了暴跌 上周这个加权股价指数 我们以台股来讲 全周大跌了880点 这个跌幅高达5.5% 是非常大的一周啊 这个下挫的情况 那我们如果从1月21号的高点 当时加权股价指数 在16238点 跌到上周五收盘的15138点 足足从高点下来跌掉了1100点 1100点的16238的跌幅 大概是6%多一点 那其中台股最赚权重的 一档股票的台积链 从1月21号的679 跌到上周的591 足足下跌了88块 那这个跌幅呢是达到12.9%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 大盘它跌了6%点多 6%多一点 大概6.5左右 那台积电居然中错了将近13% 也就是说这一次啊 台积电的跌幅啊 是大盘的两倍之多 那照来讲台积电应该是一个 最稳定的股票 怎么会出现呢 这么大的一个跌幅呢 而且是大盘的两倍之多呢 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因为被法人大量的抛售 尤其是外资 外资从1月21号啊 连续7个交易日大卖台积电 总共卖超台积电将近17万张 大概16万8千多张吧 我算过了一下 那都卖在5008到600以上 甚至这个679块那天出现了 历史最高价当天啊 它也是大卖超的 那之后呢 更是曾经出过一天6万多张的卖超 持续把台积电打的是大跌了 这个超过一成 那你说外资卖超台积电 这个17万张 总计呢 我们如果算600块以上的均价 它套现超过千亿台币 它为什么要这样套现 一定有它的道理 所以说呢 你会发现这个美国华尔街的 这个动荡呢 它其实影响的不是只有美国股市 它影响的是全世界股市 包括台股也被影响在内 港股也被影响在内 上周入股啊 韩国股市啊 全部都被影响在内 所以说你说 这一波的美国股市的跌势啊 能不能止住 那当然守重要观察的就是 这个这几档股票的 这个搭空的风暴 能不能止息了 所以今天的美国股市的走势很关键 为什么走势很关键呢 各位来看到 上周其实啊 美国的四大指数啊 收了周线也收了月线 如果我们看上周全周的话 美国四大指数啊 只有这个 上周全周 美国四大指数是全跌 没有一个指数是涨 其中指数跌幅最大是费城邦尔底指数 跌幅超过6% 那另外呢 次之的是 这个纳萨克指数 它的跌幅是3.5% 那接下来呢 是3.3%的标准普洱500指数 那再来就是道琼工业指数啊 它跌幅是3.28%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 EVEN最小跌幅的道琼 它都跌了3.28%的幅度 那更不要讲 费城邦尔底指数 上周一周就跌了6% 所以说 这个跌下来啊 其实对美国股市的一个多方的行进态势啊 它已经产生了一个结构性 或是说技术性 现在目前上面的变化 怎么讲说结构性 技术性上的变化 各位看到这张图就知道了 我四大指数里面 我只取啊 道琼工业指数来给各位看 上周 一根黑K灌下来 你发现它已经是跌破了 这个黄色的上升趋势线 那这条线呢 就是所谓的季线 那在美国呢 也非常重要 叫50日平均的移动线 那在上个礼拜啊 道琼跟标准普通500指数呢 双双是跌破了这个50日的移动平均线 好 那跌破这个线代表什么 代表短线上面 或甚或中线上面 多头的一个上升的形态啊 它是改变的 它变成是一个可能的下降形态 或是说可能的一个区间盘整形态 至少短线上面 你说啊 它要在跌破了50日均线之后 很快的要再创这个历史新高 再往上走多 我个人认为不容易 至少要经过一段的时间的盘整 所以说上个礼拜 恐怕呢 就一个中期的趋势来讲 它是一个多方行径结构 改变的开始哦 那我现在先不界定说啊 现在目前它会变成是一个空方结构 如果说 现在讲说 如果说它是一个大空头的开始 那太过武断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现在先不这样定义 但是呢 我先定义是 它是一个多方行径结构的一个改变 那至于说它改变 未来会怎么走 我们且战且走 持续观察 好 那道琼跌破五十日均线 那标准普尔也跌破五十日均线 如果我们看全月的走势来看 一月已经收盘了 在上周五 美国股市也收了一月的月线 那三大 四大指数呢 在全月的部分呢 是两涨两跌 道琼跟标普全月下跌 道琼是跌了两趴 标准普尔500指数跌了1.12% 跌幅不大 大概就1%到2%左右 那另外涨的是纳萨克指数 涨了1.4% 飞人包装机指数呢 还涨了3%以上 大概3.3%的一个幅度 尽管它上周跌了6% 它还涨了3.3% 也就是说如果上周6%不跌的话 它单单今年一月 它涨幅就将近一成了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单月的涨幅记录了 那结果呢 在上周出现6%的跌幅 把它的这个涨幅大量的给米平掉 那我们刚讲说跌破了这个50日均线 为什么关键 第一个它是在美国股市上面 技术分析很重视的一条重要支撑线 美国股市上面有几条很重要支撑线 我先跟各位讲 一条是50日均线 另外一个是200日均线 这两条均线呢都是一个长期多空的一个 200日均线是一个标准的长期的多空的分界线 那50日均线呢是一个短期多空的 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分界线 所以说在技术分析上面 我们在形态上面 我们会去看这两条线非常重要 就好像一般来讲 我们讲以台股来讲有月线季线 五日线十日线 这些短中长天期的一个均线 是一样的意思 标准普尔500指数跟道琼工业指数 从去年11月以来 它没有跌破过50日均线 也就是说去年11月 美国总统大选底定之后 美国股市一路上涨的过程中 这两条均线是稳步往上推升的 而且呢整个指数的走势呢 随着这个50日均线往上推升 它也没有跌破过这个50日均线 那但这一次改变了 那这一次改变了 最主要导火线 就我刚刚所讲的 这个华尔街之乱 那这个是导火线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真正造成50日均线 以及这一次的下跌呢 是长期上涨之后的一次 它的这个能量的释放 也就是说呢涨多它必定回档 只是说它是一个多头的结束呢 还是一个多头的中段整理 或是说多头的一个 这个短线上的整理 那就是定义不同了 好 那就回到我刚刚所讲的 我不认为这一次的这个回跌呢 现在就可以五段的认为说 它是一个空头的开始 比较偏向它是一个多头的这个中段整理呢 或是说它是一个短线整理 那就要看它回档的急速了 也就是回档的幅度跟空间呢 如果说呢回个三趴五趴 那大概就是一个短线上的一个整理 如果回档超过一成到百分之十五 那它就是一个所谓的中期的整理 那个急速就比较大 好 那这一次台股从高点回来 到上周五的低点 总共回了六趴左右 台积电呢回了十三趴 那所以对台积电来讲 它已经是构成了一个所谓的 终极的整理 终极的回档 那对大盘来讲 它仅仅还只是处在一个 所谓的短线上面的一个回档 因为五趴六趴还不构成 超过一成的 这么大的一个在技术分析上面 我们会比较重视的一个大幅 相对比较明显的回档 是这样 所以台股今天拉上去 拉了这个两百多点拉上去 化解了这个短线上继续破底的 有危机 那最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台积电拉上去 台积电今天收涨了20块 你算一下大盘的指数 几乎都台积电贡献 所以很多股票可能还绿油油的一片 对不对 我们的观众朋友 你手上很多股票 可能比上周五的收盘价格还低了 也就是说今天你是赚到指数了 但是不见得赚到价差了 因为只有台积电 联发科这些半导体的股票在零涨 那他们又非常赚指数 所以说指数好看 期货市场好看 但是汤跟肉不够 也就是说在其他股票上涨的空间 并不大 甚至还是下跌的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 你就要说 那界定了大盘已经回稳了 我认为远远也还没有 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从美国股市到台股都一样 因为你还没有看到其他股票市场 其他股票随着台积电 一直一起往上走深的态势 那如果说只有台积电反弹 联发科这些股票走高 它其实不构成大盘振振指纹的条件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那你说为什么今天会谈台积电 原因很简单 因为台积电跌幅达到13% 大盘的跌幅只有6%多 所以台积电跌幅是大盘的一倍 因为它已经是跌过了 这个大盘一倍以上的幅度了 所以今天理当它来反弹 就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今天台积电谈升 是谈升它相对它的跌幅过大 短线上面的一个跌幅过大 跌幅超过大盘一倍的情况 好那回过头来讲 还有4天交易日就要封盘了 然后中间要休息11天 你说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们要不要去抢股票 我个人认为是不必了 我觉得呢 我们就看看这个华尔街之乱 会乱到什么程度 我们在旁边看好戏就好 等到呢过完农历一年 整个假期结束了 2月17号重新开盘了 我认为在台股上面才是 你开始要这个 是情况布局的一个时间点 那在这个节前呢 大量的去这个持股满档 或是说呢 去冒这个11天不交易的风险 我个人是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至少我不会这么做 至少我会先观望 先看一看 那留下一些基本的持股 然后但是呢 这个现金留多一点 准备呢 节后 这个大家再来 这个操作 因为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1月 我相信 这个在股票上操作顺利的人 都赚了很多钱 所以说呢 在市场上赚钱呢 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持盈保态 这个事情呢 是很重要 就若贷为安持盈保态 你有真正卖掉的股票 才是真正赚到的钱 你没卖掉都是账面上面赚到的钱 再加上现在 道琼指数是破了季线 我刚刚有给各位看这张图 也就破了50日均线 这个我们不能等闲适之了 因为毕竟各位可以看到 道琼从去年11月破过之后 他就没有再破过了 那11月跌下去 是因为总统选前 大家对于整个选举的变数 这个没有办法去预测 或是说呢 去承担这种风险 而出现了一个卖超的情况 那加卷指数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 他虽然没有去破掉 这条黄色的季线 但是呢 他也是破掉月线 那今天呢 回到月线附近 那你还不能讲说 这个月线已经收复了 所以还有的这个 后续我们看 整个盘式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先把整个大事 先跟各位讲 那接下来 几个重要的指标 跟各位看一下 让大家知道说呢 我们后面要关注什么 这个已关注今天晚上的美股 很重要的第一个是VIX指数 各位看到这个CBOE的VIX VIX指数呢 他其实已经升到相对 我个人认为需要警戒的一个位置 因为他本波段曾经一度来到将近40点 压下去之后呢 上周五又往上升 然后呢 他收盘是收在33.09点 在上周五收盘是涨了10%左右 升了10%左右 那这个波动指标 在前一波的 很明显的往上升 就是去年11月 当时也是我们刚刚讲 道琼标普破50日均线那时候的位置 他也是升到40点之上 那现在目前又来到这个相对的高点 所以如果这个指标呢 今天晚上啊 这个美股啊 持续的他在往上升的话 那这个整个走 美国股市的走势 你就要更小心看待一点 虽然说现在目前盘前是涨 但我常常觉得 美国股市是这样子 这个盘前涨不代表真正开盘会涨 那盘前跌也不代表真正开盘之后会跌 美国股市常常他会出现 这个正式开盘跟盘前电子盘走势 正好完全相反的走势 所以在这边 我们还是要比较有一点 戒胜的心态来看这个股市的后市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台积电的这个走势 台积电呢 今天回到刚刚好月线的位置 就回复到这个610块附近 他的月线在600块 今天呢 在上周出现了这个大跌之后呢 今天回涨了 好那回涨 很重要是看外资对台积电态度 我刚刚就讲外资这一个波段 卖超台积电连续7个交易日17万张左右 套现千亿台币 那你说外资卖17万张台积电多不多 对台积电的股东来讲 一般的散户来讲很多 因为把台积电卖下来 跌了这个88块之多 跌了十几% 但是对外资来讲 那九牛之一毛 外资总共有多少台积电 外资占台积电的股本是75% 他手上有1960多万张台积电 所以你17万张 你去算1965万张来算 他上个礼拜7个交易日这样卖下来 他卖不到1%的持股了 一%都不到 所以你说外资卖个1%的台积电算什么 就好像我做一个比喻吧 我们的观众朋友 你有1960万台币 或是1960万人民币 或港币 美元都一样 你花个17万你会有感觉吗 你应该是无感吧 那对外资来讲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把外资整体视为是一个个体的话 他有这个1965万张的台积电 他卖个17万他会有感吗 他当然也无感 所以说 端视外资后面对台积电操作的态度 他会是持续卖超台积电呢 还是说呢他会止卖为买 或是说呢他既不买也不卖 他开始就观望 那我认为今天台积电之能 之所以能反弹 应该是外资对台积电的卖超已经站高一段落 或者说呢他单日的一个卖超差不多到这边了 因为在上周五啊 外资在台子旗啊大补空单了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注意啊 期限货之间的关系 在上周五外资台子旗大补了这个1万多口的空单 当时他其实就已经预告你 今天可能大盘就不跌了 因为外资的手法都是这样子 在台湾操作啊 去年三月各位还记得吗 期限货之间逆价差拉得非常大 也就是说呢 期货呢跌的幅度 跌的点数呢比大盘还多 逆价差拉得非常大 我记得逆价差曾经拉到过两三百点 那外资一样的手法 他在最后关头 他就是大补台股期货的空 这个补空 也就是说反手做多的意思了 然后呢现货的部分呢 他就开始不卖了 那所以呢他去赚那个期货的价差 赚了非常的多 这次的手法又来了 上周不是大跌吗 周五 那外资在大跌的这个过程中啊 他就去把期货的空单补掉了1万多口 那他剩下空单就剩下了这个1万多口 他本来是将近3万口的空单 2万8千口 他补掉了1万多口的空单 所以他今天就不砍台积电了 这个可能性非常的高 但我要跟各位讲 他今天单日不砍台积电 不代表他后面不会再继续砍了 是不是 因为我刚刚讲了 他有1965万呢 他花掉17万 他有什么感觉啊 没感觉的 如果他认定 现在目前 整个全世界的股市 是在一个绝对的高点位置 台积电的679块 是一个历史的 所谓股价泡沫的位置 他当然有可能会继续卖下去嘛 所以很重要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持续观察的就是 这些大资金们啊 这些真正能掌握这个股市方向的人 他们是 不是 不是一般的小资金啊 他们对于现阶段 这个全球股市的定义是什么 好 这样说吧 就 我觉得现在全世界股市的投资人 有一个 有一个意识啊 包括之前连我在内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 股票市场可以涨上天的 为什么可以涨上天 因为背后有美国联准会联储局不断的印钞 资金这么多 利率这么低 钱不进股市要去哪里呢 股票跌下来自然有人买 股票跌不多的 因为只要一跌呢 自然资金就会进来承接股票 现在目前呢 债券的利率 殖利率相对爬上来一点 但美国十年期国债率才在1%多 也就是说美国的国债还是很贵的 如果以价格来讲还是相对贵的 所以说呢 股票比债券呢 具有这个诱因 而且呢 吸引人多了 所以资金都会进到股票市场 这种全世界人共同一致性的想法 也就是说造成去年三月以来 全世界股市一致性的大涨的一种 重要的基础的意识形态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正好就是啊 那些真正可以抛货的人啊 那些大资金可以抛货的人 他们就可以不断的抛啊 因为你抛下去就有人接嘛 各位要想到啊 股票市场 什么样情况才会真正的止跌 也就是当这些 所有的投资人 每一个人都恐慌了 不敢接股票了 而且相对手上的股票 全部想要把它抛空的时候 没有人成 没有买盘 只有卖盘的时候 这种恐慌情绪持续蔓延下去 那才会真正是一个大底的出现 那如果大家都乐观 都认为跌下去 自然有人当接盘侠 都会去接接飞标的话 那你如果是一个大资金的人 你会站在买方还是卖方呢 长线投资的人 你当然会持续的卖 对不对 为什么要持续的卖 因为你知道 丢下去会有人不断的 在这些自满的情绪下 自信的情绪下 不断的买嘛 所以我认为 这其实是一个可怕的因素 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对股票市场 在投资上 我们还是需要去反思的啦 不是说只有 一味的只有一个方向 我认为金融市场 它的方向很多的 它不会是只有一个方向 股票市场也是一样 所以当我们去反思 这一点的时候 我倒是觉得 这种自满的情绪 对于金融市场的自信 现在不是一般的法人在自信 是投资 一般的散户在自信 散户自信满满认为说 股票市场太好赚钱了 只要进来买股票就能赚钱 天下没比这个事情更好赚 你看到台湾不是这样子吗 去年新增开户数 六七十万人了 市场有很多的 过去没有投资经验的人 甚至连K线技术分析 都不懂的人 基本面是什么都不懂人 就跳进来买股票 然后呢 你看到一堆的po文 在PPT上面讲说 他又手上有多少股票 赚了多少钱 他过完年后 他要辞职 他要当一个专业操盘人了 才二十几岁 看到这种文章很多啊 你又看到什么 韩运股在涨的时候 航海王一赚赚几亿 你想想看这些新闻 这些消息充斥在盘面上面 在媒体上面 谁不想买股票啊 谁不想进来股市里面赚钱 当大家都是想 在进来这个市场捞金的时候 你觉得还能捞多久呢 是不是 那当真正在这个市场 幕后的那些营武者 看到了一般的人是这样子 想要进来市场捞金的时候呢 他长期的投资 他长期的操作态度跟策略 会是站在卖出呢 还是站在买方 这也就说明了 为什么 外资会在去年 在台股卖的超过5000亿 今年1月继续卖超过1000亿 本来他是买的哦 他本来是净买超的哦 结果呢 在上个礼拜 他连续5个交日卖掉 再加上上上个礼拜 连续6 7个交日卖出 他总共卖了1000多亿 他一下反手变成是 净卖超1000亿左右 一个月啊 还不到啊 就卖了1000亿啊 这就说明了 这一些金融市场背后的 真正的营武者 他们看到市场上面 这种气氛 给予他们长线 持续卖出的好机会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 所以你不要认为说 后面有联准会在撑腰 金融市场的这个资金面很多 股票呢 是涨不完的 永远可以上天的 我讲实在的 我对今年的行情啊 我个人认为啊 后面会越来越难操作 不但我还是回到 我刚才前面所讲的 我不认为现在就是一个熊市的开始 或者说经过这一次华尔街之乱 我们现在就很可以很武断的讲说 空头市场要来临了 多头结束了 我认为这样子的说法都不客观了 因为金融市场它是多变的 你没有水晶球 你现在可以预测所有事情 金融市场我觉得最好的一个 因应态度就是顺势而为 见招拆招 不要太预设立场 但是我们对于一些宏观面 长期的结构面 我们要有一个深刻的思考 这个深刻的思考 是一种自我的反思也好 或对事情的一个逻辑 跟这个观点的这个判断也好 而不是瞎起哄了 这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 那你看到GME这个现象是 GameStar 就GameStar代号就GME 你看到这个现象 你看到了什么 我另外一个深刻的反思跟思考 就是啊 美国的贫富差距大到 股民愿对这些对冲基金 已经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过去呢我们讲说 抗拒华尔街 大家上街游行示威 对不对 要去包围美国的这个证券交易所 那都是老套了 现在我直接在股票市场里面呢 进行反击了 就是这个GameStar 这档股票 从去年10块钱涨到现在 今年上个礼拜最高涨到483了 就是一种所谓的揭竿起义的概念 大家了解我意思吗 什么叫揭竿起义 就是我长期看你们华尔街这些 对冲基金吃香喝辣吃干妈进 然后呢修理这个散户 修理这些公司 什么好处都给你们捞走 我这次就看你们倒霉 我们就揭竿而起 就在盘面上面揭竿而起 这是这一次最大的意义 我觉得那这种现象 它告诉你 其实美国就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 尤其是经过这么大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美国联准会的一个印钞之后呢 发展出来这么多的 这个资金横流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资金 非常非常的这个 不适当的出现了两极化的现象 那这种不稳定的这个因子啊 迟早会在股票市场里面爆发出来 我认为真正的大乱 也许这次还不是一个大乱 好各位可以看到 中间卡了一个Robinhood这个电子券商 他居然呢限制这个散户做多 这个限制散户做多GME 这些股票 他总共有八档 他上个礼拜最多是限制做多50档 到上周降到剩八档 那八档呢 各位看到就AMC Blockberry Express GameStar 然后Genius Genius Group International Group 还有呢就Cross 还有呢Naked Group 还有呢Nokia 这几家公司 讲实在这家公司啊 业绩上都乏善可乘了 甚至像GameStar都是快破产要下市的公司 那这一次之所以能这样涨 就是靠所谓蚂蚁雄兵揭竿而起 GameStar这档股票啊 现在Robinhood啊限制你一个人只能买一股啊 一股啊 各位你只能买一股GameStar 真的是已经是这个限制到一个极致了 对不对 然后呢齐全也只能好像买五口吧 大家看到一下这个是上个礼拜 这些股票 一月以来的一个惊心动魄的走势图 你说GameStar上个礼拜涨是400% 涨很多 对不起啊 涨最多的是Cross 上周一周Cross这档股票就高斯垫子啊 它就涨了18%了 不是不是 百分之1800 涨了18倍 一个礼拜啊 我的妈呀 所以说呢 这一次的事情啊 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持续观察下去 也就是说呢 美国股市这一次的美股之乱 会不会引发全球股市长期的 这个波动的动荡的一个因子 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事情 好 那我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了 要跟各位说声 拜拜了 我们就下个礼拜 要先记这个要提醒一下大家 下个礼拜我们没直播了 因为要过年了 所以我们就没直播了 好 那时间到53分了 我等一下上去我的广播节目准备了